《红楼梦》是四大名著之一 其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精彩的剧情 让人们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长期以来围绕着这本奇书 无数人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研究 在1987年 央视版的《红楼梦》电视剧一经播出 便得到无数好评直到今日 进入新世纪后 国内影视行业对《红楼》这一剧作再次进行翻拍 2010年李绍红指导的《新红楼梦》 终于轰轰烈烈的播出 却收获一片差评 那么你可曾知道 在同一时期 还有一部以《红楼》为题材的电视剧《黛玉传》吗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要给大家带来《黛玉传》的系列解说 这部片子是由法治日报社影视中心 和横于星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的古装电视剧 本片的导演李平 曾指导《秦深深雨蒙蒙》和《黄珠3》 跟《新版红楼》一样 黛玉传也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孽源》为主线 讲述了贾使王学四大家族的盛衰荣辱 但是 黛玉传的口碑却好过《新版红楼》太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了知道答案 就让我们走进黛玉传的世界 第一回 林黛玉别妇进京 荣国府双玉初见 故事的开篇天地初开乾坤混沌 一个僧人与一位道长正在讨论着什么 原来这是一段奇缘 接下来所要发生的 正是女娲补天所剩下的一颗零食和酱猪仙草的奇幻故事 这个蠢东西倒也算个灵物 像当初女娲补天的时候 练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 可就偏偏这一块被剩下了 没有被用上了 那你现在带她到哪里去呢 现在人世间正有一段风流战需要领结 而我正好趁这个机会将她带下去 不下去经历一番 她又怎么知道人世间的苦难呢 哪里欠下的风流债要来还呢 这件事情说起来我在天上几千年都没有听说 原来在西方的灵河岸上的三绳石边 有一颗酱猪草 前世受到了赤霞宫神鹰逝者的灌溉 因此她要再下一世 在凡间用一生的泪来还他 然后花雨村一起北上 舟车劳顿之后林妹妹下了船 一路上尽是人山人海 待遇掀开莲子正见到赤剑宁国府五个大字 不过这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地 待遇真正要去的是隔壁的荣国府 林妹妹总算吃尽了贾府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做得比老板红楼更还原 那就是待遇入荣国府的时候 是冬天应当着冬庄 待遇在侍女的引领下入了正厅 遇上外祖母贾母 两人抱在一起气不成声 这好不好坐船习惯不习惯呢 一路上挺好的 知道你要来 我是天天的盼呢 在我的儿女里 我最疼爱的就是你母亲了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她会走在我的前头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现在看见了你 我怎么能不伤心 这时姑娘们进来了 乃是贾母的三个孙女 迎春探春和西春 正宗的探春扮演者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安小鸟桃心燃了 这时邢夫人上来 嘘寒问暖 林妹妹答道 平时你都喝些什么药啊 有什么药注意的 你先告诉我 我会让人给你调理 我从小就这样 从会吃饭就吃药 不知看了多少名医 总不见好 记得那年 来了一个赖头和尚 说要化我去出家 我父母自然是不同意的 他又说 既舍不得他 只怕这病一辈子也好不了了 若要好 除非从此不许听见哭声 除了父母之外 外姓亲人一概不见 疯疯癫癫的说了许多 也没人理他 如今还吃人生养龙丸 哦 这时候又听到一个爽朗的笑声 然后就发生了语文课本里所描写的明场面 你不认识他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破皮破了户 南方人俗称辣子 你就叫他凤辣子好了 老祖宗 这天底下就有这么标致的人 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况且啊 我看他这通身的气质 这不像是老祖宗的外孙女 倒像是 敌亲的孙女 怪不得老祖宗 天天口头心上的说呢 可怜我这妹妹命苦啊 姑妈偏偏又这么早就去了 我才好 你又来招惹我 你妹妹大老远的来 身体又不好 快别提这事了 免得她心里难受 那是 我这一见了妹妹啊 一心都在她身上 又是欢喜 又是伤心的 差点把老太太就忘了 该打 该打 妹妹 妹妹多大了 可曾上过学啊 在这里可千万不要想家 要是喜欢什么吃的玩的 尽管跟我说 这些个丫头婆子 谁要是欺负你啊 也尽管跟我说 接着黛玉准备 拜夜两个舅舅 谁承想两人均不在 王夫人给黛玉打预防针 让她小心自己儿子 转眼就到了开饭时间了 甲母疼爱黛玉 便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大宅子里规矩多 黛玉也有样学样 用完饭后是一大家子的闲聊时间 你说好巧不巧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男主角宝哥哥来了 这一版的宝玉由马天宇扮演 男女主角在这偌大的荣国福利 初次见面 自然是满心的欢喜 虽然是第一次碰头 但两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妹妹可曾读过书 不曾读书 只不过上过几年学 大概认了几个字 妹妹可有婊子 没有 这样的话 我送妹妹一个妙子 平平就是很好 平平二字怎么说 古今人物通考上面说 西方有识明淡 可待化眉之末 林妹妹 民间若促 举平平二字 岂不妙 谁知道你又是从哪里杜转来的 除四叔以外 其他的都是杜转 别人都杜转 为什么我不能杜转 宝玉问黛玉有玉没有 听说黛玉没有玉 便耍起小孩子脾气来 把随身的宝玉一丢 贾母是连哄带骗 才安抚好宝玉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要生气 打人骂人都可以 怎么可以摔了命根子呢 家里的姐姐妹妹都没有 就我有 本来就没什么意思 如今来了一个神仙似的妹妹 也没有 可见 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要它也没有用 你妹妹原来也是有一块玉的 后来因为你姑妈去世了 她喜欢你妹妹 就把那块玉带走了 这一来呢 全当 你妹妹尽得小心 二来呢 你姑妈在阴间 就像见到了你妹妹的意思 所以她才说没有 哎哟 快戴上吧 不然让你妈妈知道了 又得骂你 贾母给黛玉准备了一间住处 还把丫鬟英哥留给黛玉 照顾其生活起居 林妹妹随即给她取了个新名字 叫紫娟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预知后事如何 吃完晚饭 我们接着结束 我立即发生了一条 我是 是 谢谢观看